反正他就是說他的先生很帥什麼的 就是那個螢幕上有很多韓星 那我就只是接了一句話說 哪裡像啊 他就把那個麥 現場 年輕人在那邊講話口吱啦 跟我講一下 那你真的不能說 我可以說 知道喔 合理嗎 很合理 非常合理 真的啊 我想要請問大家就是 我看起來是不是真的很難相處 對 妳也太快回答了吧 不是 妳看起來就是 很難相處耶 真的喔 因為我們在綜藝節目上 其實我就是一個 很愛開玩笑的人嘛 然後就會講話比較直一點 對 反正他就是說 他的先生很帥什麼的 那因為我們那時候是比 就是那個螢幕上有很多韓星 那時候很紅的那些韓星 那我就只是接了一句話說 這樣子 這還好啊 就是說拿來自信覺得 自己的先生跟他很像 可是這就是節目效果 對啊 因為每個人都從那句話 好像好像 好像那不是很無聊 對啊 然後他那句話說 他就臉很臭 那因為他坐我前面 然後就想說 怎麼好像氣氛不太對 就錄完之後呢 我果然沒猜錯 就是停了 大家不是拆麥什麼的 他就把那個麥 甩在椅子上說 現場 怎麼尷尬 其他人類都在 然後就一路地罵 罵妳嗎 對 對 以為妳是誰啊 年輕人在那邊講話 口無遮攔 我想說 我也真的就不過是說了一句 哪裡像啊 然後他就說我這樣子 那妳有跟他道歉還是什麼嗎 然後 後來我就想說 那應該要跟他 道歉 對 講一下說 我真的沒有那個意思 然後我就 經由一些關係打電話給他 他就不接我電話了 我 然後我打了三天 信誠這樣 然後終於他就接了 我就說 唯什麼什麼 姐這樣子 那個 真是開玩笑 就說 我跟你說喔 妳這樣說他怎麼可以呢 我就說 沒有 因為 就是 好 對不起 好想知道是誰 幾個字啊 怎麼那麼虧一點 大家都在開玩笑 為什麼 我心裡OS 就是這些旁邊的人 都在這樣講 每一個人都有講 為什麼妳只針對我 因為我就是長得比較 臭 對 然後真的講話比較直 然後效果比較足 所以他就只怪我 我說那就是不好意思 他就說 我覺得 他老公 老公 對 我想說哪有這個必要 你跟我講一下 那妳真的不能說 好想 妳可以說 妳不能像剛剛那樣 不會啦 因為剛剛那樣 剛剛那個是已經 像剛剛那樣 大字報都寫出來好不好 就是周刊擁抱 希望 好 知道喔 合理嗎 很合理 非常合理 真的喔 這樣搞得我們更癢耶 對啊 沒有 所以從那個事情之後 我就覺得 哇 就是 世界上真的有 這麼奇怪的人 對 所以我之後就特別注重 因為我看起來 真的會讓人家誤會